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那么因为客户发表了新产品 也带动处理器订单加温 台积电8月份的营收692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增了25% 连续两个月刷新了历史的记录 那么张忠谋士透露在16还有20奈米的制程 将会成为未来三年主要成长的动能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8月合并营收692.7亿元 月增6.7% 年增25.8% 连续两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累计七八月营收来到1342亿元 财务长和立媒预估 9月业绩突破718亿 渴望顺利达成第三季财测目标 董事长张忠谋更表达营运正面看法 4G LTE 肯定是增加了28和20技能 由于美系大客户新产品处理器出货升温 张忠谋透露未来三年1620奈米制程 将成为营运主要成长动能 加上4G晶片客户开始大量投片 第三季20奈米制程比重达到10% 第四季更上看20% 目前台信公司16奈米制程技术 已经狼刮了集体电路制造服务领域中 最大多数的16 14奈米产品 并且预计在103年 排入超过20个来自不同客户 横跨各种应用的产品设计定案 一波变得比较好也很强 所以我们对于未来 真的是觉得变化非常的快 晶圆代工二哥连电受到通讯产品 LCD驱动IC订单挹注 8月营收114.15亿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3.79% 世界先进8月营收也缴出年增9.36% 营收20.7亿元表现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综佑 台北报导 维佑 台北报导